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聚会不无聊 开心到冒泡好酷的聚会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苏北陈书军 我是陆南陈品颜 两位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亲爱的柠檬金先生二和第一部的关系 柠檬金二是一的前传嘛 苏北来说就是比第一季会弱很多 它为什么会变成第一季那么强的时候的样子 就是前传可能会让观众觉得 为什么苏北突然变弱了 大家都更不成熟 做一些更多 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做这种事情 就是会更多纠结吧 我觉得 两位说得非常好 那如果画下来要怎么设计呢 这个太有难度了 这个我画不了 要不用线段标示一下 就线段去表述一下是七年前的事情 可以可以 首先苏北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两部剧的关系是怎样的 就是七年前 因为柠檬金第一部讲的是我复仇归来嘛 然后就是第一部发生是七年后的事情 然后我们现在呢 这个柠檬金二是拍的是七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品言道 哇 他这个比我画得多 七年前是我们柠檬金一嘛 有一个孩子 然后柠檬金二呢 就是我们往前七年前往前到 然后孩子都不见了 然后我们发型也不一样了比较年轻一点 两位画师虽然画工不咋地 但其实意思都到位了 小case 接下来就正式邀请两位通过画画的形式杂题 让观众朋友更了解你眼中的亲爱的柠檬金先生二 Ready go 请画出两部柠檬金先生中你最喜欢的路南形象 我画画真的不太好 画画两个吗 这别人又打死我吧 不是画自己吗 好 画完了 画完了 三 二 一 转世 这啥 你刚刚看得出来哪个是一哪个是二吧 因为他的 你看他的发型 有明显的变化 他第一部的发型是翻上去的 你跟我画的有点像 你看的是什么 他也是画了发型的差别 主要是我的脸是帅跟更帅 哇 你看我都突出了你的腿长 我是简易版 你懂吗 我还加长了 你看 这个发型是精髓啊 同志们 你们到时候看了 一定会觉得我画的真的非常nice 对 你画得挺好 第二题 画出两部柠檬金先生中 你最喜欢的苏北杰素形象 哎呀 我这个怎么画女生啊 这 好难啊这个 等一下 你问什么 我也画 他这个画的很丑啊 美 我可以画的美 美 有够美的 但我不知道是第一个情况 我也画得好丑啊 怎么办 我画什么东西啊 天呐 太可怕了 我画得像个男的 我画完了 3 2 1 展示 这是我画的第二部里 我最喜欢的造型 这是婚礼的造型吗 对 是婚礼的造型 看完里面 这是婚礼的裙子 太可怕了 像个男的 像个带假发的男的 那另一个造型品颜 你能看出来吗 煮饭吗 对 对 就是很贤惠 就感觉还蛮好玩的 我还喜欢那个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品颜心里苏北最好看的造型 这啥呀 这啥 你以为是什么呀 你根本就不是我 还谁更美 他这个人真的是 我好歹还给他画表情了 我不会画 主要是 救救我 主要是造型 你这个造型打印出来 我们有默契 你看衣服比较厚 就是在办公室 第一部的办公室这个 我确实都认不出来 他是一个人 第二部就是我跟你一样 是画婚纱的时候 有没有好意 我的天哪 他连婚纱都不给我画 你看看这就是差别 就是我还有头纱 还有骨板 我真不会画 就是人我不会画 其他东西我不会画 你觉得对方像哪一种动物 请画出来 我不抱任何期待 同志们没有关系 画什么都能接受 只要它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 躯体就可以了 好 3 2 1 品颜 你觉得书经画的是 画啥 这老鼠啊 猫啊 你看不见猫有胡子啊 真的假的 我也画猫 你那个猫 还挺可爱的 像戴着个帽子一样 为什么对方在你心中像一只猫 就是猫看起来乖乖的 安安静静的 他想理你的时候就理你 不想理你的时候就不想理你 就挺有性格的 然后不想理你就是 默爱脑子那种感觉 第一次觉得 对方画的那个动物像自己吗 像还行啊 我觉得猫想他的 猫没有特别像我 他画那个猫还行 挺可爱的猫耳朵 还挺有默契 请两位以敬祝您们敬爱的名场面画海豹 什么画画什么 我画画已经够惨了 还要我画海豹 天哪 太可怕了 但是我 3 2 1 展示 书机你先展示一下你的画 以及设计理念 就是那个名场面 我们俩在亲吻的时候 把衣服扔到了奶奶的头上 这是奶奶 然后这是我 这是他 我们三个人非常诙谐的海豹 但是画的实在太丑了 就是大家这个 衣卫 我跟你 我跟你画的一模一样的一个场景 但是他没有画到接吻 我画到了两个人在接吻 我画的是头发已经 就西装 那个衣服已经在 头上 然后我们转过去那刹那 但是我们还是个连环画 对 他画完这边就画我这边 对 最后选择衣服 自己最满意的图 回忌忌在优酷的开播打个扣 我最满意的是这个画 柠檬金2的名场面 希望大家能够拭目以待 我们挺有默契 我也选 我也选这个名场面的章 喜欢柠檬金1的朋友们 可以来看我们柠檬金2 可以让你觉得整个更完整 然后更狗血 就让你更开心 对 一定要来看看 2跟1其实差不多的狗血 甚至会更狗血 优酷视频我们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